还记得太古里那对神仙眷侣吗?被曝光后,帅哥被降职,美女被开除,女神董思锦如今过得如何呢? 我个人还是觉得,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,走过那个至暗时刻,家人的威远,真的是非常重要。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。在两人的光明前途都被毁掉后,有人说美女选择了移民,并且在澳大利亚出入进口偶遇了美女。 现在美女又选择付出直播,卖衣服,不得不说美女的心理抗压能力很大。 其实美女从小并不好看,但是之后学会打扮,成绩也不是最好,但是关键时刻懂得努力,还会健身提高自身吸引力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庭经济实力比较强,能够给美女一个犯错之后重新开始的机会。 至于那个打拼一辈子才到那个位置的胡经理,应该没人知道,也没人关心了吧。 所以说,犯错之前,最好自我掂量一下。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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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